好了,回來了 今天星期日就講一些舊的消息 為什麼要講一些舊的消息呢? 第一件事就是要講回 較早前有個網友發了一條視頻給我 他們的視頻裏面就是 在何文田那裡塌樹的 當時我第一件事看到就告訴他們 那棵樹的根好像被人剪過 為什麼會這樣塌樹呢? 我們還是要講給大家聽 何文田塌樹的視頻 就摘了一輛保母車 另外旁邊還有一輛Benz 現在當然有些人 就罵 政府現在才補鑊 好像某份報紙又用不踢不動 就叫洞房獻藍圖 那份報紙就這樣說 那份報紙就說 洞房直樹 良策祖雀先機 港府急保獲 月底前巡查 全港鳳凰目 你現在看回那個 洞房獻藍圖 他的藍圖其實 其實根本上在市區是沒有辦法實行的 為什麼呢? 他要在行人路之後 還有一個斜坡 那斜坡那裡還要種不同類型的樹木 那你自己看回那幅圖 就是在這個 荷文田那裡 其實那裡 那條街本身都很窄 那那棵鳳凰木就大概十米高 那突然之間 為什麼會這樣倒下來呢? 相信就是那些根 被一些不太懂的人剪過 那究竟是什麼的人剪過呢? 我估計就是 其實在外國做這些工程 要牽涉到樹木會怎樣呢? 譬如你做鋪地磚的 你牽涉到樹木的工程 你就要找一個樹木專家 要找一個樹王的 要看著的 有哪些根可以剪得 哪些根不可以剪得 要怎樣 在那些根那裡 就要用手去挖 就不能用釣雞去挖 有規矩的 那 你說 在外國是不是人人都跟規矩 我都告訴大家不是 因為做工程的人 有些人很曲奇的 那些曲奇的人 他們專門是 第一是偷工減料 第二是不守規矩 那些人 就會令到 社會很危險 那 動房那時候建議 馬路和行人路的植物 栽種了幾段時間 但這是完全廢話 為什麼呢? 我告訴大家 就是香港的行人路 本身已經很窄了 上面有一些樹木 其實呢 這個設計就是 為一般的行人 可以遮一下音 那樣 還有呢 是為那個城市提供一些綠化的 那現在 寧漢豪呢 就出來說 那 寧漢豪呢 他做的事情 就被動房說他是補鑊 那樣 那事實上 特區政府呢 其實 一早都已經有些事情在做中了 其實一早都有一些事情在做中了 但是你說 是不是做得很有系統 那 好坦白說不是 那現在 他找人寫報告有沒有用 那我都告訴大家 呃 如果你要知道一棵樹 就是那個狀況呢 其實安不安全呢 你這樣目測呢 是沒有用的 我講一句老實話給大家聽 就是如果他的樹王是去目測 或者他那棵樹有沒有病 他只是可以找到有病的樹出來 但是好像 之前那棵樹的情況 那些根被人剪了 那些就找不到那個問題出來 其實就是 還有 那些地磚 之前因為19年的時候 我也要說回19年的時候 就有些人挖地磚 那他們挖地磚的時候 有沒有做到其他的破壞呢 你是不知道的 那究竟那裡有沒有 就是挖地磚的破壞 我也不敢說 我也不會賴那些 就是暴徒的 我也要這樣說回 但是你說 管理市區的樹木呢 其實洞房那些是否真的良賊呢 其實坦白說不是 就是在香港的環境 其實是做不到洞房那種的 那如果像洞房那樣做 就要收地的 基本上就是行人路 旁邊那些地 他就要收回一段 回來再種樹 那有沒有這麼昂寬的呢 其實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沒有的 其實 香港嵌樹 是經常都會有的 但是很多時候 都是打風的時候才會嵌的 那如果 要 在打風之前 你知道有問題的樹 你斬了它 有什麼方法 其實是有方法的 而香港呢 我也要跟大家說 我看到的資料 是沒有人這樣做的 但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那間公司 現在生意很差 我不是為他爭取生意 不過他那一檔 其實 都說服不了 這裡的政府給他錢去做 我說句老實話 有些其他國家 就會 掃錢出來 為什麼我們這裡 政府不肯付錢呢 就是因為 政府覺得那個風險很小 還有呢 就是 這裡的行人 被淋下來的樹 擊中的風險 是很低的 那就 說服不了這裡的政府 因為他都要計 那個成本效益 我朋友那間公司 他有一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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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只是測樹木 他可以測到那些 燈柱 那些 電線桿 那些 可以測到那些 他怎樣測到呢 他就是 有一個很精密的器材 有一部機器 就包住那個 那個 樹幹的那個位置 然後呢 他就在旁邊 就 有一部機器 就再 把一個力 就傳到那棵樹那裡 我大概說一點 是怎樣 然後呢 他是有辦法可以知道 如果 那棵樹移了多少位 是要 要斬的了 他可以有辦法知道 他是 這個方法 在 有些國家 是試過是完全OK的 但是 當然 你說香港現在 只是目測那些 行不行 他會降低到那個風險 但是你說 是不是可以完全 令到那個風險 是不存在 就不是 但是 當然 你政府做事 其實是不是會 令到整個社會 變成零風險呢 其實也不是 所以你說 洞房 什麼植樹 組織仙基 那些 完全是亂說的 其實就是 其實他就 在這裡說 如果跟路邊相隔兩米 是應該種植生長到五米高的大樹而已 那麼 嵌樹呢 跟路還有一米距離 那個問題就是這樣的 那棵樹呢 你要有遮蔭的功能 你一定要種到 行人路的旁邊 如果不是沒有辦法遮蔭的 其實就是 還有 洞房說要幾排 那些 條路要幾闊 你自己想一下 即是 根本在香港這些地方 就沒有可能根據他的方法去做 事實就是 也都多謝 Vitter Ho 你的支持 先 Raymond Lee 說 地大人少 有幾海有人走 其實外國呢 就是這樣的 就是 有時候真的 這麼巧 倒一條東西 真的會摘死人的 那我那個朋友去做 就是我幫他做的 其實有一個 就是做成本效益的計算 那 但是 他也是 糟糕了 就是 做不到 推不到 為什麼推不到呢 就是 覺得那個風險太小 那現在 當然 政府 的做法 恰不恰當 我認為特區政府 就不是補獲的 其實一直都有做的 這些事情 但是 你說 要不要將風險再降低一些 那 其實政府 他就有數據 可以看到 究竟想著 有幾可是摘死人 或者是 弄爛一些財物 這些全部都有數據 其實是 政府是有數據的 其實 所以我朋友 他那個生意難做的情況 就是這樣的 因為他就沒有第一手 他只能夠 就是用那些新聞報道 倒幾多次樹 摘死過多少人 去計算成本效益 但是 政府就有第一手數據 不過 說回那個情況 就是 香港現在 其實一直都知道 那個鳳凰木 栽種是有問題的 因為鳳凰木的根 就比較淺 是比較容易倒的 那 但是 鳳凰木是不是 一棵也有危險 我跟大家說 應該不是 那些人 現在說 要斬掉鳳凰木 那些東西 其實這個又不適合 那 之前馬會 在香港 就推過一個 叫做 智慧城市 樹木管理計劃 那 他就有一塊 就是 裝在一棵樹那裡 那 他呢 就可以 收集一些數據 就是 跟那些樹根有關的數據 你說這些有沒有用 我覺得這些也有用的 但是 你說 是不是可以知道即時的危險 就不是 就是 你知道即時的危險 你只能夠用一部機 綁住那棵樹 跟著 就再 測一下它 它會不會 就是 移位 你放一個力 下去的時候 它會不會移位 如果它會移位的話 其實那棵樹應該要斬掉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但是 當然 要說服 整個社會的人 這樣做是對的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的 因為 其實我們有一幫人都說 就是 一斬樹 就有 護樹莊出來 是很麻煩的 就是樹木這件事 就是你倒了樹 就有斬樹莊 你要去斬樹的時候 你要提防這件事 提防 一棵樹倒下來 它就會有護樹莊的出現 那麼 那麼 Connie Chan 就說 香港種植樹木的距離太近 同時 時間太久 生長太快 亦都會導致 這個根纏著地下水管 所以澳洲種大樹都不能夠貼近房屋 會將 屋的根基搖動 其實就是這樣的 種樹其實就 我的看法 就沒有什麼所謂的 就是說 你說會不會那些根會影響到地下水管 有些情況下是會的 有些樹有些情況下是會的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危險 其實我的看法就不是真的十分危險 那麼 紅牛就問鳳凰木開花很美 為什麼要斬 那麼 其實呢 現在要斬些有問題的 其實就是 政府要解釋一下 就是要斬些有問題的 就是洞房那種獻藍圖方法 我告訴大家 就是沒有用的 因為他們那班記者 萬六元 是不會懂得獻藍圖的 還有說話給大家聽 就是他獻藍圖 就是不切實際的 我說句老實話 香港藝民就說 城市道路樹木 是雙生雙黑的問題 道路需要二維修 或一整齊樹木 需要土養水源 土地透氣 以及沙土比例 方便透氣 其實就是這樣的 現在呢 在外國的做法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要城市範圍中樹 城市就是比較多人走的地方 中樹有另一套方法 現在 那怎麼辦呢 就是用一個很大的 好像花盆那樣的東西 它是一個石屎做的 石屎做的東西 裡面會放土壤 會放肥料 就是會有人看實 那塊石屎的東西 就可以很大的 那些根就會生在那塊東西 在那塊很大的花盆下面 不過是埋在地上 它是一個石屎做 很像花盆的東西 你要幻想一下 大於一般花盆是很多倍的 直徑可能是去到兩三米的 直徑去到兩三米的時候 那些根就在那兩三米那裡自由發展 其實就是這樣的 那當然 這樣做的話 你是不是要定時換那些樹具呢 是 沒錯 你是要定時換那些樹具的 因為它生到差不多的時候 你就要換那棵放下去 其實就要這樣做才行 那麽 那麽 婆虎就說 香港應該適合種些細葉 濫人樹 和大葉子微樹之旅 鳳凰木和石栗 太快 太大粒 那情況就是這樣的 那棵樹太矮 也沒有遮蔭工 所以你種樹的情況 就是你綠化 這個是要拿一個平衡 這個是要拿一個平衡 那DADA就說有蟲鑄得嚴重 又要斬殺死人太危險 那有蟲鑄那些就是病樹 你可以看得到的 其實就是 但是 你說 那些好像之前那一棵 只是那些根被人剪掉的問題 那你可不可以 就這樣看就看得到 其實就看不到 有問題的 那情況就是這樣 那麽 那麽就說 那些樹壓毀了車 誰賠這個損失 其實就是保險公司 然後保險公司 就會問政府拿回一些錢的 那情況就是 那麽Jerry卡就說 屯門都用過大花盆 但是沒有種到地上 有連 打大風 全部都躺下 其實呢 如果你要用大花盆種 你是一定要把整個大花盆 埋在地上才行 其實就是 那麽四哥就說 嵌樹就要斬好樹 爆地下水管 就要換好香港的水管 就是多塊魚 哪一個嵌出來 那麽就是 一片糧策 它說要重新起過 要重新做過 要重新種過樹 其實它是亂來的 這個是 那麽這張又是鳳凰木 好像是遮蓋 又漂亮又可以遮蓋 但是鳳凰木 它本身有一個 先天不足的 就是根很淺 那根比較淺 那根比較淺 那這關就是 何文田坡樹 中間有黑 但是中間有黑 那裡是 嚴格來說是沒有影響的 為什麽呢 這個我也要說回 嚴格來說 為什麽沒有影響 就是因為根都很淺 你看到它倒下來的時候 那現實就是 所以呢 它比重鑄是真的 但是代不代表樹 比重鑄就馬上有問題 就不是這樣 那現實就是這樣 好了 好了 講到這裏 其實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再講一下其他話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